我所表演的图就是罪权 罪权里面来说呢 你看上来就好像有罪衣 但是它在研究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你的腰力步伐 那个方法配合不了的话呢 就会打不到它这种很难度 而且那些动作里面呢 就每一下都有它的特点的 就是在罪衣里面呢 它的转动和蝶蝠里面呢 是相当重要的 它就好像醉酒式那样了 你看它以为醉酒 但是基本功方面呢 转位步伐 三度 五度 手度 眼度 这就是六点蝠的动作 接着这个腰力也相当重要了 你以为它醉焰 实际上这边呢 这个是一个功力上的表现 同时就好像债酒杯那样 可以喝醉酒那样 但是一个腰它转动位置呢 灵敏度和别迫 它每一个动作呢都是 然后它就是每一个识的 次序非醉 但是它的功力呢就相当集中了 在腰部手眼背后 它在大力方面来说呢 如果一般是练罪拳 如果是根基不好的话呢 就根本上就很难练一刀的 它每个识里面来说 似乎好像有益有障那样 这个就好像喝酒那样的识了 似乎有点醉意了 接着呢 它已经封锁了 实际上又不是喝醉 各位 今天一技之长呢 我们压续起呢 就是请到道师傅 表演这套什么拳啊 最拳 最拳 那我们呢 现在播映中的最拳王户记了 是啊 那道师傅 你的拳风真是呼呼有位 那究竟你什么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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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